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新闻服务部门12月10日告诉记者,俄罗斯空间军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和一架124鲁斯兰众行军用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 俄国防部在新闻报道中指出,俄罗斯空间军两架图160轰炸机,一架124军用运输机,以及一架1262远程喷气,施克机完成了从俄罗斯境内机场到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麦克地亚国际机。 厂的飞行,俄罗斯国防部补充说,俄空间军飞机严格按照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在大西洋、巴伦之海、挪威海和加勒比海上空进行了飞行,在飞行期间,俄空间军飞行员总共飞行了一万多公里。 与此同时,俄国防部指出,在飞行航线的某些阶段,挪威空军F16战斗机曾扮飞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的战略空中力量,主要继承自前苏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严重衰退,今年来,俄罗斯空军的重点转向了低强度冲突中的常规作战任务,更注重于为不对称战争。 中的作战部队提供支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战略空军空军第37军,主要有16架图-160。 新海道骑士战略轰炸机和62架图95,新熊式战略轰炸机组成。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将军和俄罗斯驻委内瑞拉大使,管代表在中年的气氛中迎接俄罗斯飞机。 这并不是俄罗斯图-160轰炸机第一次进行这样的飞行。 此前,图夫-160轰炸机曾于2008年9月和2013年10月至11月访问委内瑞拉。 在2008年,两架图-160轰炸机在委内瑞拉、阿基尔岛的机场完成了一次训练任务。 轰炸机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进行了一系列训练飞行,当时并未携带和武器。 委内瑞拉通讯社也发布消息称,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将军周一出席了欢迎俄空前军飞机的仪式。 俄图-160轰炸机降落在了委内瑞拉瓦加斯州的麦克地亚国际机场。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表示,抵达该国的俄罗斯空前军飞机将参加联合作战飞行。 洛佩斯将军称,我们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保卫委内瑞拉,哪怕只剩下最后一片领土,我们将与保护国家间互相尊重关系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 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就俄罗斯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达成一致。 据悉,俄罗斯将向加拉加斯提供财政援助,并提供60万多俄罗斯粮食,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维修改国的武器系统。 针对俄罗斯图160轰炸机前往委内瑞拉一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称,又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图160轰炸机执行交付任务,是在浪费国际资金。 美国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两国政府腐败。 蓬佩奥强调,在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公立的自由和独立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是在浪费国家资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哎哟。